19歲的陳婷妮 獨下第一屆 開握夢幻之星冠軍 曾模特兒出發的她 已拍過無數廣告與MV 近年來她在戲劇中的表現 更是令人驚豔 最多 18 0 洪老師 腿長126 她是不是那個叫九頭身對不對 對... 她的腰到腿是多長 126 Oh my God 她的腿多高 不要假 不要問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知道的 對 不過婷妮恭喜妳喔 謝謝唐憲姐 從第一屆選上了以後 其實呢 我覺得洪老師很了不起的是 她成立的楷臥 給女孩子進入這個模特兒界 有一個很好的訓練的地方 很好的場地 很好的舞台 不過更重要呢 這近十年來 她讓模特兒這個行業呢 不只是光走秀 她更擴展他們的演繹之路 所以呢 她不但鼓勵他們 不是光是衣架子 更要去學習唱歌 演戲 給他們上很多的課對不對 還有跳舞 還有跳舞 發音 發音 就是不要 沒有發情啊 情觀難過呀 對不對 婷妮 情觀難過 觀觀過 不過 婷妮妳是第一屆的冠軍對不對 壓力有點大 其實還好 因為那時候會參加夢幻之心 其實一路走來就是懵懵懂懂 什麼都不了解 然後那時候也是 來台北看明星 對 因為我是台中人 然後台中其實 對於這種 演藝圈的資訊很少 然後那時候單純只是想說 我有一段 要升大學的空檔時間 大概三個月 然後想說 如果我來台北參加這個比賽 可以看明星 所以妳順便又有一個很合理的 理由 可以離開家裡 想要離開家裡 妳還要你的理由 離開家裡 終於講出來了 因為小時候 不會啦 他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有沒有哭得回去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姊姊們也很兇耶 那時候我們的原則是 我們早上一起來 一出門就一定要穿著 10公分的高跟鞋 你不准換下來 沒有出金啊 不管你就是一定要到 一醒來就穿高跟鞋 一直到你回房間 才可以脫下來 真的喔 真的 那時候我覺得好辛苦喔 那時候我們是一起 我們同一屆 那已經在... 真的好可憐喔 但是喔 在之前妳也穿過高跟鞋嗎 我沒有穿過高跟鞋 而且好像的是那時候 要比賽要交一張 半身 五分身跟全身的照片 我們家一雙高跟鞋都沒有 因為媽媽也不穿高跟鞋 所以我們就去鞋櫃裡面 翻箱倒櫃 找出了一雙 大概是三四十年代那種 黑色包頭粗跟阿嬤的 現在好流行啊 可是那時候 就覺得很好笑啊 然後 妳就穿了拍照對不對 我就穿了拍照 而且我上面穿的是那種 時髦的熱褲小短褲 不單身連配了一雙 完全配不起來的高跟鞋 然後就把那個照片交到台 我心裡也不會想說 居然會被選上 我們看很多照片 因為照片跟本人... 還是要看人喔 對 還是要看人 那也有很多照片這樣 人本人來到就... 然後佳蓁是第二屆對不對 來選的時候 然後媽媽有願意嗎 一開始家人是反對的 對 因為那時候在澳洲 我們全家人都是高材生 就是每一個都是當 以後要當醫生啊 當律師啊 當軟體工程師啊 就來了就來了 所以當初其實他們 對模特兒這個行業 不是那麼了解 對 尤其爸爸說 對不對 但是後來還是扭不過你對不對 就很扭啊 你就很扭對不對 鐵蝎座 但是他在台上 他很有大牌的風範 你記不記得 對 他站在台上 就好像天生的是個Queen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就是 我們在選的時候 你知道在後台評審 還有爭論喔 我比較喜歡誰 我說又不是你喜歡 我們是選 我們選 我們用平均數來選出來 對 然後所以佳蓁就脫穎而出囉 機會很可能 謝謝 他一定是用他的魅眼 征服了所有的評審對不對 我自己個人對他的看法 就是說 我覺得應該改一改 就是說 不一定老師那麼高嗎 你反正我們也有 娛樂隊這一塊的時候 我想改一下角度來選 一百六十八 你給很多人很多希望喔 不是在八零台前 真的 對不對 你十六歲來 看到那個大場面 你沒有覺得驚嚇嗎 沒有耶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就還滿上網舞台的 那媽媽 從小對我的栽培 就也很多元 我從小就學舞 就包括 然後芭蕾 現代舞功 現代舞 踢踏舞什麼都有 都有喔 然後樂器 也有鋼琴小提琴 你看 全人都 所以管媽媽 其實小的時候 就想要你去參加這些 對不對 就是先學起來放著以後 可能有可能會用到 點完那個時候是第一屆嘛 那你又想到 你來參加的時候 有跟家裡講嗎 我跟媽媽討論她是說 就是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啦 就是只要你顧好一季的本分 對 就好了 洪偉銘老師 你怎麼管理 身高到這麼高的女孩 我還好啦 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Walking Team 我真的是要管 把標準全部訂好 有時候這誰幹嘛... 就跟你一樣啦 差不多一樣 對 看不見就算了 對... 這一件... 我比一件 你選要高對不對 我選要高 我什麼都高 知道嗎 就是身材不高 來 我們現在來看看喔 這一段VCR就是他們 這五屆來的選舉 每一次都辦得轟轟烈烈 每一次再辦進一個 最忙碌的是誰喔 洪老師 他每一次都有精采的表演 沒有啊 有...有一次有唱歌 有 對不對 第二屆的選舉 第二屆的選舉 有唱歌表演 有 開場 我可以說一下 沒有人的表演 只有我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十九號的陳菁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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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十八號 第一屆來的選舉 恭喜 是第20號 管齊慧 我現在彷彿就像一顆 夢幻之星在做夢一樣 2011年第五屆夢幻之星 男生第一名 王鼎文 恭喜王鼎文獲得夢幻之星第一名 拿到這麼多獎 又拿到第一名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我們說 很謝謝凱惡給我這次機會 表現給大家看 妳們就不覺得她很會放電 跟花學的對不對 沒有 我可是我是跟妳學的耶 花花 花花 花花現在也在主持界對不對 其實在...在凱惡 人家說在凱惡啊 情路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覺得也不一定喔 花花感情很穩定啊 對不對 人家今天那個 許瑋玲啊也是穩定啊 對不對 自己沒有 不要怪別人啊 妳這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 我就說婷妮啊 什麼啦 婷妮 2007年的時候妳好可愛喔 對啊 那有點害羞耶 很可愛耶 佳蓁還唱歌耶 英雄 為什麼 妳是不是唱得滿好的啊 總是妳選個這麼難的歌 妳膽子很大耶 不會啊 她唱得還不錯 就變成我的101首歌了 妳一定要來唱唱 妳平常沒唱過嗎 就是去到哪裡 大家都叫我唱這首歌 妳還有別的歌的意思 妳還有別的歌嗎 當然有啊 妳要唱嗎 來啦 可以來一段嗎 小燕姐 台戲體力旺盛 令媽媽很不解 我喜歡演戲的有一個部分 可能也是因為這麼辛苦 戲殺精 我反而有一點失落感 演戲是真的 有的時候會像一個 我媽有一定的殺精聲 來 因為我媽要看 我們到底在幹嘛 其實我就是在那裡 還在那裡 來 這樣妳先去搞什麼 她就站進去說 為什麼回家她就沒有力氣 現在精神這麼好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